大家好 大家好 唱歌還有林股經理還有所有的美女朋友們 歌歌劇們大家好 我是沈蕾非常開心 今天到我們的劇情編現場 看到沈蕾甜美舒適 而且剛剛小跑步上到我們的場 這麼大的這麼重多的跑道的壓力之下 你是怎麼樣去這個發洩收壓的 發洩需要很多 比如說吃東西 那你怎麼都還會很好 很大的一個重點 當然還是運動 其實包含想要吃東西也要運動 因為像剛剛在後台 就有多個人問我說 你好瘦啊 到底到底就是靠運動還靠飲食 我說其實最大的還是運動 因為我說我很愛吃 其實我還是沒有太多忌口 但是重點是運動 因為像我剛從兩月回來 然後我在頂月大概有一個月 那邊的食物熱量其實都很高 美食又多 所以其實我是照樣吃 但是其實照樣運動 就是其實我在台灣 很常在單身公園 或是跑步機 跑步都有 然後在到紐約到美國的時候 就是開始跑到我們中央公園 那個規模式不一樣的 所以我平常在單身公園 一個跑個十公里 一樣繞了很多圈 它會最外圍 然後到了中央公園 它實在是太大了 可跑一跑還迷路 我現在跑到哪裡了這樣 對對對 但是真的是有運動有差 真的 那你可以透露一下啊 既然這麼喜歡跑步 你最遠跑步的距離是幾K 最遠喔 其實我還沒有 其實我平常其實跟大家討論 我最遠距離之前就跑十三了 十三次在中央公園 沒想到我們的甜美女神 吃飯呢 本期的也很喜歡跑步 跟大家推薦的就是 新料舒適後氣的茄子 來右邊右邊 等一下呢 就要告訴你 這碗茄子有什麼樣負而能處